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讲新闻 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过 因为讲到美国的枪支问题 那么在美国会遇到什么样的枪支问题 或者在美国我们怎么样看待枪支问题 有很多的争论 修杰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因为我个人喜欢打猎 也曾经遇到过一些意外的事情 让我差点拔枪要对人进行射击 这段经历给我的印象太过深刻了 其实我一直不太想提这段经历 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不过因为最近有关枪支的问题 大家有很多讨论 那么身边的朋友说不妨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美国为什么差点拔枪 要对人进行射击 一切都是因为打猎引起的 来到美国之后 我很快就加入到打猎的这个活动里面去 在美国打猎有什么相关的法律呢 我想这方面很多华人来到美国就并不一定了解 有一些喜欢打猎的华人 往往因为打猎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被警察抓捕 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发生 首先我们说在美国打猎是一个合法的运动 美国自然环境保护的比较好 有一些猎物呢 是在不同的季节可以开放给狩猎的人打猎 有一些猎物呢 是永远你都不能碰他的 在美国通常打什么猎物是合法的呢 比如说熊 比如说鹿 山狮 野猪 山鸡 火鸡 还有兔子啊 灰狼啊 蛟狼啊 山猫啊 迷鹿啊 大脚羊啊 羚羊啊 鳄鱼啊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美国50个州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法律可以规定可以打的 比如说打熊 打鹿 它是有季节规定的 但是如果打这个野猎或者是打兔子呢 很多地方是没有季节 因为像野猪在加州已经泛滥了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一个数据 中加州的一个县人口有30多万 但是这个县里边所存在的野猪呢 有200万头 因为野猪的这个生殖能力非常强 而中加州我们知道是美国一个农业重镇 今天我们在超级市场买到的很多水果啊 蔬菜啊 都是在中加州生产的 乃至全美国 很多超市卖的蔬菜都是在中加州生产的 而这些野猪在中加州为什么繁殖这么快呢 首先这里是农业区 野猪在这里有大量的食物 而野猪大量的生存 会对当地的农业造成破坏 当然这个局面还不是灾难性的 灾难性的局面在德州 今天你到德州的一些地方啊 农场主都会在门口挂出牌子 欢迎你进去打野猪 如果你打到野猪的话 你可以扔在那里 不管 你只要把野猪尾巴给割下来 农场主会每一条尾巴付你20美元 因为在德州野猪泛滥的程度 已经到了令到很多农场主 没有办法应对了 所以在美国打猎是一个合法的活动 但是打猎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法律规定 比如说首先有季节 你不能在不恰当的季节 看到猎物 你上去给他一枪 这样是犯法 那么打猎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你想不到的 会触犯美国法律的 比如说打猎 你首先要去考一个打猎的执照 那么在美国有专门的这些政府委托的人员 会给你进行一个考试 你考到打猎执照之后 那么哪怕你不是美国公民 哪怕你没有绿卡 你在美国只是 比如说有一些长期居留的一些签证 你都可以买枪 在加州 比如说你拿到了工作证 然后你又考到一个打猎执照的话 你就可以买枪了 但是一般如果你又绿卡的话 当然就作为合法的美国永久居民 或者公民 你都可以买枪 考到打猎的执照之后 不代表你看到猎物就可以打 比如说打熊 打野猪 打鹿 你都要去专门的店 再去买一张许可 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TED 那么中文一般叫票 比如说我们通常都说 打野猪了 你赶快去买张猪票 打鹿了 你买张鹿票 除了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还有这个需要执照 还有需要这个TED之外 在打猎过程当中 有一些法律 你是必须遵守的 比如说在有人居住的地方 200公尺以内 你不能开枪 比如说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你不能开枪 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也不能开枪 在美国很多猎区 有很多渔猎警察 你如果参加过打猎活动 你知道你打猎的时候 碰到警察的几率 要比你在高速公路 碰到警察的几率要多得多 美国有专门的渔猎警察 他们被称之为Fashion Game 你不要以为渔猎警察 跟一般的警察相比 他们就可能显得没这么专业 美国的渔猎警察 同样受过严格的训练 他们同样有执法权 大家还记得几年前 在南加州 有一个从警察职位 岗位当中被开除的人 他为了报复他的上司 枪杀了他上司的女儿 跟他女儿的男朋友 后来在整个南加州 在追捕这个人 最后把这个人击毙的 发现这个人把他击毙的 就是大雄湖 南加州的一个风景区 大雄湖的渔猎警察 所以渔猎警察同样 是美国整个警察体系 当中的一部分 你在碰到渔猎警察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会态度十分和蔼 跟你们说笑 聊天 但是一旦发现你违法的话 这些人马上就跟你翻脸 在打猎过程当中 有一个必须要遵守的法律 就是通常你打猎会开着车 满山跑 你发现猎物 或者有疑似猎物的时候 你拿上枪去找这个猎物 通常这个时候 一般枪里面的子弹都会上膛 那么但是如果你找不到猎物 你回到车上 你上车之前 必须要把子弹卸下来 我的一个朋友 就有这样的经历 他打猎的时候 跑了半天 终于没有打到猎物 但是他忘记把子弹 从枪膛里面卸下来 他就上车了 其他的人去打猎去了 于是他就在车上想睡一会儿 正当他迷迷糊糊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敲他的车窗 他睁开眼一看 是个渔猎警察 于是他就把车窗摇下来 于是警察态度很和蔼 跟他说说笑笑 怎么样 今天收获怎么样 看见什么猎物了 没有收获 跟他聊了半天之后 这个警察很有礼貌的 请他下车 他也不知就理 就听警察的吩咐 就下车了 一下车 警察伸手就把他车里面的枪 给拿了出来 警察一拉开他的枪栓 一颗子弹从里面跳了出来 就说明他上车的时候 枪里面的子弹是上膛的 警察立马变脸 把他的枪收起来之后 掏出手铐 就给他上铐 把他压到警察里面 可能有人说这么严重吗 对就这么严重 他当时就被警察给逮捕了 后来怎么样 我就没有去再追问了 一般这种情况 关进监狱的机会是不大的 到了法庭 一般法官会对他进行罚款 但是大家要注意 遇到这种事情 哪怕是法官对你进行罚款处理 你的个人的记录上 会犯下了一个刑事轻罪 比如说你是拿绿卡的永久公民 你将来入籍的时候 这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还有一个朋友 在打斑鸠的时候 他遇到一件事情 他对当地的法律 没有认真了解 我们知道斑鸠是有很多种的 有一种叫墨西哥斑鸠 是不能打的 它是属于保护动物 那么他在打斑鸠的时候 打下了一只墨西哥斑鸠 他把这个斑鸠放到车里面了 正好也遇到了 渔猎警察来盘查 发现这个墨西哥斑鸠之后 他同样被起诉了轻罪 那么可能有人会说 那斑鸠飞过天 这么快 我怎么能看得清 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如果你把墨西哥斑鸠给打了下来 不要紧 你只要不减它 你并没有违反法律 在美国很多州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你不小心打了一些 不应该打的猎物 只要你不减 你表示你不是故意的想拿走它 一般这种情况下 警察不会对你进行起诉 但是也有些州呢 比较要求严格一点 比如说打路的时候 很多地方是只能打公路 不能打母路 但是如果有一群路 你一开枪 你的枪法不准 打中了一群母路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 有些州你同样也会被起诉 所以在一些法律 严格要求的州打路的时候 你千万要小心 你这些枪法没有什么把握的话 最好不要乱开枪 总而言之呢 你在美国打猎是个合法的活动 但是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法律 打猎的时候 必须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 我曾经有一次到德州打猎 因为我们平时打猎 很重视这个当地的法律 所以我们预先查了 当地的相关的法律 当地需要买什么样的TED 要什么样的证件 我们都把它办齐了 其实当时我们去德州 就是打野猪跟鹿 后来到了德州 果然遇到了一队渔猎警察 总共四个人 他把我们所有人分开 把所有的证件 TED全部拿出来检查了一遍 最终检查的结果 警察说我很感动 我从来没有见过华人打猎 居然如此的手法 这句话我听完之后 我都不知道是应该觉得高兴呢 觉得骄傲呢 还是觉得惭愧 他说他遇到很多华人打猎 很少有把完整的法律手续 完全把它办好的 所以在美国打猎 是个合法的事情 那么我上次打猎 遇到的这个意外情况 是怎么来的呢 在加州啊 我想打猎最难的 就是两种动物 一种是鹿 一种是熊 那么在加州 为什么这两种猎物 狩猎的难度比较高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 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休息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一段我不太愉快的经历 我们刚刚说了 在加州在美国打猎 都是一个合法的户外活动 那么在加州打猎 比较高难度的是 打熊跟打鹿 因为鹿很敏感 并且打鹿的 这个合法的猎鹿时间 很短 很神奇 如果你在加州 有打过鹿的话呢 首先第一 你在加州只能打公路 打到母鹿 你是会被起诉的 第二呢 一到这个猎季的时候啊 比如说6月30号 开猎季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会突然发现 所有的公路都不见了 你能看到的都是母鹿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如果你要打到公路的话呢 通常你要在 比如说天没亮的时候 或者是快到傍晚的时候 你在某些地方守候 那么你才会有机会打到公路 并且我刚讲了 在太阳没有这个升起的时候 在太阳已经落山的时候 你都不能对猎物开枪 因为这是违法的 因为太阳没有升起来 或者太阳落山的时候 光线不好 你这个时候开枪呢 有可能会造成危险 所以这都是法律规定 那么除了打鹿之外呢 打熊就更加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熊的这个嗅觉 要比鹿更加灵敏 熊的这个视力是不好的 所以在中国大陆 一般把熊称这位熊瞎子 为什么叫熊瞎子呢 熊是高度近视 熊怎么样来辨别周围的环境 或者他遇到的是人 还是其他的这个动物呢 他就靠他的鼻子 熊的这个嗅觉很灵敏 所以他很远就可以闻到人的味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要闻到人的味道 他在这个密林当中 只要蹲着不动 你是没有办法发现他的 那么在加州如何打熊呢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刚刚拿到了这个列证 买了所有的手续之后 就去北加州打了一次熊 打熊啊 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到北加州打熊 一般是早上四点钟 你叫起来 那时候天还完全没有亮 因为你从住的旅馆 要到山里边 打熊的列区当中 需要大概半个小时 到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么而打熊 这种比较凶猛的动物呢 你很少说自己扛个枪上山 找块工地去找到熊 这是不可能的 在加州以前怎么打熊的呢 我讲的是以前怎么打熊 靠的是猎狗 在北加州 过去有很多专业的领队 也是专职的猎人 那么他们每年到了猎熊的季节 他们就会在网站上 来开放打熊的登记 或者申请 那么如果你成功的 在那里登记之后呢 他会带你去打熊 条件怎么样呢 就是他带你去打熊 他有专门的装备 比如说打熊 要去要狗 把熊找出来 打完熊之后呢 他负责帮你把熊皮剥好 把你要的熊胆拿出来 把熊分解好 这个过程呢 他会有一定的收费 其实打熊在加州 政府收的费用并不高 你买一张Tag的话 也就是大概不到一百块钱 但是猎人收的费用会很高 因为这个过程呢 他要用他的狗 用他的车 然后他还要帮你做 这个后续的处理 一头熊大概是收 一千两百块钱美金 那么如果你加上什么路费啊 还有这个交通费啊 我想打一头熊在加州 大概是一千八百块钱 到两千块钱美金 这是过去打熊 为什么说过去呢 因为政策改了 这个政策改了 跟我那段不愉快的经历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先说在加州怎么打熊 过去打熊呢 就是四点钟 大概你在旅馆里边 跟猎人跟那个领队接上头 然后呢就坐着车到山里边 到了山里边之后啊 这时候天还没亮 那么猎人就要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所谓的前期工作 就是把他带的 大概二十几条狗放出来 这些狗是非常神奇的 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 这些狗在到了山里边之后 猎人只要一放他们出来 他们就知道 他们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呢 他们先去把自己的大小便 给拍干净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工作状态了 所以他们要把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先把它解决了 所以这些狗都会一拥而上 到一些离你比较远的地方 把自己身上的死尿给排干净 然后又回来集合 集合的时候 猎人就把他们再装到笼子里边 这个时候 正是向山里边出发了 除了我们刚说的 一群狗被关到笼子里面之外 猎人会在狗群当中找到两只领头的 这两只一般是年纪比较大 有丰富经验的 把他们放在哪里呢 把他们放在车的引擎盖的前面 然后在引擎盖上铺上特定的地毯 让狗会在他们站得很稳 这两只狗就负责用他们的嗅觉 去找跟他们嗅觉一样灵敏的熊的踪迹 车在山里边慢慢开 两只狗就仰起头 在空气当中一直在嗅熊的味道 我第一次打熊很幸运 车开了不到20分钟 车头上两只狗就发出了 有点类似像我们在电视当中 看到狼的吼叫 我是第一次听到狗会这样叫 发出那个狼的吼叫 猎人说有熊了 于是下车 先把那两只领头的狗给松开 两只领头的狗 迅速就朝一个方向冲过去 这个时候猎人就陆续把车后面的笼子 其他的狗放出来 一群狗就冲了出去 这个时候基本上 你就可以在原地等了 你会听到这群狗一面冲 一面听到不断的狗叫 这群狗就利用这些叫声来互相联系 来通知他的同伴 熊朝哪个方向去了 大家说这群狗放出去 追熊可以追到什么效果呢 其实这些狗最终的目的 是要把熊赶到树上 因为如果在陆地上 熊跑得非常快 狗能追上他们 人是不可能追上他们的 所以熊一跑的话 人基本上就失去了他的影中 就靠这些狗 这些狗是受过严格的训练的 他们训练这个狗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 这个狗要跟熊保持非常近的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要保证这个熊回头 用这个熊掌来拍这些狗的时候 是拍不到的 在熊一回头拍这些狗的时候 狗要迅速躲开 因为一只熊的力气非常大 如果他的熊掌能拍到一只狗的身上的话呢 那狗身上的部分的骨头一定会被拍碎的 所以这些狗被训练到什么程度呢 他跟熊的距离很近 甚至差一点就能咬到熊了 但是这个熊只要一回头 这个狗马上一闪电般的速度就闪到一边去 然后不同的狗再上来 对这个熊进行骚扰 最终这个熊不耐烦了 他觉得怎么样能摆脱这些狗对他的这个骚扰呢 最好的办法就爬上树 因为熊知道狗不会爬树 只要熊一爬上树 狗的工作就基本完成了 于是他们就围成一个圈 围在这个大树底下 目的就是不让这个熊从树上下来 然后领头的狗又会发出一种很特殊的叫声 这个时候猎人响导一听 就说哎 熊已经上树了 于是呢 呃 猎人呢 跟我们在或者开车或者爬山 反正到熊上树的地方 一枪把熊打下来 那么这个猎熊的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所以第一次打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也非常震撼震撼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这些狗所受过的训练 我真是看到他们在陡峭的这个山崖上 爬到一半重重的摔下来 打个滚 然后接着又再次往上冲 终于就要冲上这个山崖 所以这些狗的这个敬业精神啊 很令人敬佩 有些狗为了在追熊过程当中 可能受了伤 但是呢 他们受了伤也不会停 一直把熊追到为止 到山里边呢 风景非常好 空气非常好 我第一次去打熊的时候 当这个狗把熊赶到树上的时候 太阳刚刚出来 于是你看到这样一幅情景 在树林当中 有一棵特别大的松树 在松树枝上 蹲着一只庞大的熊 因为太阳刚刚出来 光线还不够 你只看到它一个剪影 然后呢 在它不远的地方 就是刚刚升起来的太阳 然后山下你还听到流水的声音 听到这个鸟叫的声音 自然环境真是不错 然后打完熊之后呢 剩下的就由猎人去处理了 这里特别要讲的是 很多人打熊 特别是亚洲人打熊 它会得到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熊胆 我们知道熊胆是十分名贵的中药 比如说治疗内出血 内伤 或者是消炎 都有非常神奇的功效 熊胆在市场上 有很多假冒的产品 如何判断一个熊胆是真的呢 当然在美国 你亲手打的熊 然后猎人把熊胆 从熊身体上取出来 然后你再把它风干 存在你家里边 这个熊胆你很放心 你一定是真的 那么如果这个熊胆 不是由你亲手去打熊 得到的 如果你在市面上买到的 有一个办法 就是熊胆 如果切削一小块 把它放到一杯水里边 这个熊胆会在水里边 迅速的打转 如果这个熊胆 这一个小块 在水里边不转的话 那么这说明是假的熊胆 所以这个熊胆 有这样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可能不喜欢打猎的朋友 听起来说 哇 这个过程好残忍 不过每个人有 每个人不同的对生活的理解 打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打熊 如果是这么容易 靠狗把它赶到树上 你就可以去猎取的话 那么为什么我后来打熊 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继续聊聊休节的一段经历 上一节我们说在加州打熊 是合法的一个户外运动 那么在这个讲节目的时候 身边的同事说 你讲打猎 会不会有一些听众 听起来觉得很残忍 其实我这样理解 我在打熊过程当中 曾经遇到过一个渔猎警察 我们在聊打熊的时候 这个渔猎警察告诉我一个数据 他说加州每年大概官方批准 可以打1500头到1300头熊 每年都是这样 但是呢 每年最多能够打到1000头熊 就不错了 就是每年这个额度没有用完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释放出 每年1500头熊这个狩猎的额度呢 这个渔猎警察告诉我说 他说其实如果熊太多了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生态不平衡 那么熊的食物不够了 它就会伤害到其他的动物 熊是杂食性动物 熊比如说喜欢吃北加州的巷子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植物 熊也有时候会吃肉 熊会在什么情况下吃肉呢 就是它的生活的领地越来越小 因为熊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就会吃刚刚出生的鹿的baby 那么所以加州北加州的鹿 为什么数量一直没有上去 甚至有所下降呢 其实这跟熊有密切的关系 熊太多了 它找不到食物 它只好去吃刚刚出生的鹿 那么这样鹿的这个生态环境 就被熊的数量所破坏了 所以加州或者是美国 各州为什么有对某个猎物 限制狩猎的数量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生态的平衡 环保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态平衡吗 所以打熊看你怎么看 你也可以说这个过程 你听起来不喜欢打链锁很残忍 但是你不打的话 这对鹿又是另外一种残忍 刚才我们说了打熊的这个过程 过去在加州打熊就是这么容易 我联系几年去打熊 基本上对这个猎熊就是去去就来 因为有专职的猎人带着 因为有一群狗在帮忙 所以打熊在我们已经习惯变成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了 直到有一天加州改变了一个法律 我们过去加州的众议院有几位华人的议员 那么其中有两位是姓刘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是刘玄清议员 还是刘云平议员提的一个法案 刘云平现在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里面 当这个联邦的众议员 刘玄清议员好像已经退休了 反正我们在渔猎局得到的消息 就是有一位华裔的姓刘的议员 在加州的议会提了一个法律的提案 这个提案是这么说的 说你们这些猎人打熊带着狗 这样对熊不公平 所以以后加州打熊要禁止用猎狗 我真是太感谢刘议员了 他没说我们打熊说用枪不公平 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爪子跟熊去搏斗 靠我们的爪子来战胜熊 这才叫公平竞争 还好他没有提这个法律 但是他那个法律过关了 到现在还是加州的法律 以后打熊不能带狗 刚刚我们大家介绍了 熊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你离他大概还有两脉之外 他就已经闻到你的味道了 这个时候熊只要钻进这个密林当中 你是不可能找到他的 如果有狗的话 你可以用狗把它赶出来 如果没有狗的话 打熊靠什么呢 只能靠运气 比如说你正好蹲在那里 然后那个熊正好是跟你是顺风走 风朝你吹 熊没有闻到你的味道 他一不小心碰到你了 然后你手要快 赶快举枪射击 这样的狩猎才会成功 自从加州通过了 打熊不能带狗这个法律之后 对北加州的狩猎的 这种专业的领队 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那年去打熊 那个猎人就告诉我们说 明年加州打熊再也不能用狗了 我也准备不干这一行了 我的狗也会卖到外州去 所以今年我们打熊的话 我们干票大的 你们要打熊的人一起来 我们一次性多打几只 反正每人一只这是加州法律规定的 也不可能每人打两只 每人一只 但是打完这次 我们就从此不会再带你们打熊了 反正是最后一年 我们就找了几个朋友 总共四个朋友到北加州去打猎 但是因为是这个猎人认为 最后一年了 所以他想圆满一点 给每一个人打到一只熊 他做了一个最终引起不愉快事件的决定 就是他把猎熊的地区 没有放在他平时所熟悉的环境里边 他带着我们往更北的地方 靠近俄勒冈州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去猎熊 当时还可以用狗 他带着狗 那么那次我们是在可以用狗的年代 最后一次打熊 这次打熊在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之前 非常神奇 我们那天一早进山里面 同样也是闻到熊的味道就放狗 但是两次都没有成功 所以那天早上基本上没有收获 没有收获的话一般就会在傍晚再打一次 到傍晚的时候还是没有收获 于是猎人祥岛就在前面开车 我们开车在后面跟着就准备收工回家了 明天再来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我们一个同伴大喊起来 熊熊熊 我说哪里有熊 他说就蹲在路边一只熊 我说去你的 他车上的狗都没闻到 你看到了熊 他说对对对就是有熊 那我说好吧好吧 停车停车 来倒车看一下 一到车我们都傻了眼了 真是有一只熊就蹲在路边 于是下车拿枪 第一只熊就猎到了 连狗都没有用 也没有追太远 这个打熊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 于是大家很开心 觉得第二天继续打 然后再不行第三天再打的话 我们四个人总能每天 每人打到一只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又是一早出去 那么这一天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了 为什么不愉快呢 一早很顺利 狗闻到了熊 于是狗追了出去 然后过了大概二十分钟 猎人说狗把熊赶到树上去了 然后我们就出发 我们当时正在一个山里边的公路上 两台车停在山里边 准备去森林里边去找熊的时候 大家做准备工作 我当时身上背了一个长枪 然后我准备进山的时候 我一看 这个山的地貌很复杂 很崎岖 林子也很密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心里有一种不太对的感觉 于是我就跟我们四个人当中一个年纪最大的一个朋友说 我说你就不要去了 这个路太崎岖了 你就留在这里 搞不好像昨天那样 你碰到一个熊 你顺手一枪 我们就可以多打一只了 我还把我身上背的长枪给了它 然后我顺手抓了一把手枪 那么特别说的是 我们如果打熊这种凶猛的动物 通常我们都会身上背个长枪 然后腰里再带个手枪 以防万一 那天我就把手枪插到了背后 连枪套都没拿 因为觉得打熊太容易了 去去就来 所以把手枪随意的就往这个皮带上一插 然后带了两瓶水 两块小点心 我们就出发了 出发才知道 这个熊被围的地方 真是跟平时不一样 山特别的陡峭 林子也特别的密 等我们走到那个熊被围到树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了 接下来好像似乎也很顺利 我们另外一个同伴 一枪把熊打了下来 因为在山里面走这么远 猎人也觉得把整只熊背到山外边是不可能了 于是就在山里面 就开始把这个熊给处理了 把熊皮处理好 把熊胆处理好 我们同伴随身还带了个小冰箱把熊胆放进去 因为最珍贵的就是这个熊胆 我们刚刚说了打一只熊 你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大概是一千八到两千 但是一个熊胆呢 如果是合法在这个市面上售卖的话 大概也就是这个价钱 所以一个熊胆就能够把你猎熊的成本就全部价值所在了 等到这个熊处理好之后呢 猎人总共带了两个帮手 一个据说是他的女婿 一个是他请来的帮工 三个都是白人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啊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这三个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大家在一起打熊啊 一起来处理这个熊啊 这个说说笑笑都很正常 但是等熊处理完之后呢 这个猎人就说我们刚刚来的地方太陡峭了 他说我背着这些熊呢 他们三个人总共背了 每人背了八十磅的熊 要走出山里边不容易 所以我们走另外一条比较平的路 他这样说我们当然没有意见 于是就出发了 接下来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讲 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讲修杰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上一节我们说了 打到一只熊仇呢 这个祥岛的领头说 我们来的路上啊 太崎岖了 我们换一条路走 当然大家没有什么意见 走一条平坦的路当然更好 于是呢我们就出发了 但是问题是啊 我们三个人的体力 跟那个猎人 跟他两个帮手比啊 差很远 他们背着身上 背着八十磅的熊皮啊 熊肉啊 每个人在山里面啊 健步如飞 而我们几个呢 早就已经气喘吁吁了 我当中的一个同伴 因为身体比较胖 所以他走路特别困难 大概走一段呢 就要休息一下 这个猎人的祥岛 看的情况不对 他说这样 他说我带我的女婿先走 总共有八条狗 我给你们留四条 我带走四条 这样的话呢 狗会帮助你们找到路 然后呢我的助手 陪着你们慢慢走 等我走出去了 我把熊肉放下了 减轻负担 我回来接你们 我说好 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我刚讲了 这个地区是 这个猎人祥岛 他不熟悉的 他以为很快就可以走出去 但是呢 那个山路虽然比较平坦 但是是不断的上山下山 不断的上山下山 这个过程呢 我那位同伴 比较胖的那位同伴的 就一直喊 不行了不行了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不对的苗头 留下来带我们走的 那个响岛的助手呢 大概从下午一两点钟开始 他嘴巴里边就一直念念有词 说哎呀 怎么为什么走不出去呢 为什么这个路这么难走呢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休息呢 如果我们走不出去的话 怎么样 整个过程 他没有一秒钟 嘴巴是停的 当时我又觉得 不对头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讲枪击案的时候 就讲到有一些人 平时你看他是个正常人 但是一旦遇到某些事情 刺激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他变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猎人的响岛 大概就是这类人 他开始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 我心里就这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你跟这种精神 不正常人在一起 并且大家手里都有枪的情况下 危险就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一路上 我们那位同伴 不断的要求停下来 而那位响岛的助手 不断的念念有词 直到下午 大概四点来钟的时候 天开始暗下来的时候 终于他的情绪爆发了 他跟我那位朋友说 他说你们这样 一直走走停停 一直走停停 我们到天黑都走不出去 如果天黑走不出去的话 我们在山里面 就很可能出危险 他说的是没错的 因为在打熊的季节 大概是11月份 北加州晚上的气温很冷了 如果我们在山里面 走不出去的话 晚上的气温 大概会在1度到0度之间 而我们穿的衣服 是白天我们穿的 比较单薄的衣服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山里面 很可能会出意外 比如说因为太冷 室温导致死亡 而我那个比较胖的朋友 在这个时候 情绪也爆发了 因为他走得已经 确实是太累了 漫长的山路 导致什么呢 他比较胖的 导致他两个腿之间 磨擦 已经把他的皮都磨破了 所以他也发脾气 说我不是不想走 我就是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 那个情绪失控的响导 顺手就把这枪 枪给抄了起来 一面骂 一面在枪里面 装子弹然后上膛 这个时候啊 是我这次经历当中 最难过 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我不知道 他抄起枪来 把子弹上膛 他要做什么 如果他因为争吵 朝我的朋友开枪的话 我能够怎么做呢 要不他打死我的朋友 要么我打死他 他打死我的朋友 我没有办法 回去跟我朋友的家人交代 我也没有办法 对自己交代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把手伸到了 我的背后 把我的手枪给握紧 我当时心想 他只要敢把枪口压下来 对着我的朋友 那我只好做一个 没有办法的选择 我先向他开枪 他拿起枪来 一面骂 一面上子弹 上完子弹之后 他对天开了一枪 这个时候更加危险 因为他已经开枪了 他可以对天开枪的话 他会把枪口压下来 对我朋友开枪吗 这个时候 他又推上一发子弹 我的心情 当时真是紧张到了极点 他只要把枪口 一压下来的话 我必须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在美国生活 你很难说 你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美国是一个 可以合法拥枪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 合法打猎的国家 你怎么会想到 你在打猎的 这个户外运动过程当中 会遇到这样的意外的事情 他上完子弹之后 又朝天开第二枪 然后我努力的压制自己的情绪 要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你才能在突发事件的时候 有正常的反应 他再推上了第三发子弹 他第三次向天开枪的时候 他的枪没有打响 因为他枪里面已经没子弹了 我这个时候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个专业猎人 他出去打猎 他有个特点 他不会带太多子弹 带个三两发子弹就够了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水平 所以因为这样 他枪里面的子弹打完了 这个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才把他们两个劝开 然后我跟两个同伴说 我说你知道我们其实就很危险吗 如果我们天黑走不出去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光是冻 光是湿温 我们都可能会冻死 我这样讲完之后 他们两个才突然意识到 危险已经来临了 所以最后大家咬着牙 往这个山外走 结果是我们当天晚上都没有走出去 而那个猎人跟他的女婿 也没有走出去 幸好他比较有经验 等到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 他看走不出去 他回头跟我们会合 终于我们六个人会合了 然后八只狗也在我们身边 还好猎人身上带有火种 我们就在山里边 因为有火的原因 我们安全度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我们天亮之后继续往山外走 大概走了不到四十分钟 就走到了我们停车的那条路 所以那天如果我们咬着牙 再走远一点的话 很可能我们就走出去了 那么如果那天猎人手上没有火种的话 我们不能够在山里边点火的话 我们可能也走不出去了 这就是在美国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户外活动 但是有些户外活动 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你说打猎很危险吗 我打了这么多年猎 最危险的也就这一次 那么你说我出去跑个步啊 或者去露营啊 有没有危险呢 其实同样有危险 露营的时候你会碰到 比如说毒蛇 在美国是有很多毒蛇的 我们那天晚上被困在山里边 后来我才知道 山里边有响尾蛇 也有眼镜王蛇 所以我们不能够 因为这个社会上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风险 于是我们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边 我们还是要找到我们喜欢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必须知道 风险是存在的 比如说打猎 对于我来说 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 我认识那个祥导 也认识他的女婿 但是他请了这个新的帮手 我从来没跟他打过交道 我更加不知道 他会有这种间歇性的情绪失控 第二天我们走出山里边之后 这个祥导恢复了他正常的情绪 一直给我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昨天我情绪失控了 我心说你对不起没用 幸好你没有做过分的事情 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 或者没有我了 所以你说美国法律 规定民众可以有枪 这是美国的国情 但是这种国情会不会有危险呢 会 那么是不是有危险 我们在美国可以进枪呢 不可能 我们只能够尽量的做到一些 严格的控枪的措施 令到一些有心理问题的人 有精神问题的人 他们拿不到枪 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要靠我们万事小心 注意周围的环境 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才会有平安的生活 这段经历很不愉快 很长时间以后啊 我有时候还会发噩梦 梦到这段经历 但是今天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这段经历里边 能够学习到一些经验 我也希望无论是我 还是各位听众朋友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永远都不要遇到这种事情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 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感谢观看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